中文字幕——YK 这十年你想象一下 汽车净化到方向盘都不要了的那一天 这些车企它往哪里卷 所以我就在想 汽车到了无人驾驶之后 它还会往哪里净化 大概率会净化出次 我们的飞行汽车 它会有六个或者八个悬翼 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悬翼停了之后 它还能够安全地迫降 因为我们做了备份 同时我们的飞控导航系统也有三套 那纵使它这一套飞控出了问题 毫秒级另外一套飞控就接管 它不可能三个飞控同事失效 还有就是我们的电池包也做了备份 平时飞的时候两个电池包同时工作 但是一旦有个电池包出来问题 它冒烟了 但是我们不会让它起火 它另外一个电池包马上就全功率上 能够迫降 我们还有最后一层保障 就是整机降落伞 就是说所有的系统都失效了 它还有一个整机降落伞能够确保 飞行器能够降下来 人可能会受到惊吓 但是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在新的电动航空领域里面 欧美跟中国差不多是同时起步 但是刚好新的电动航空领域里面 我们不用以前的传统的发动机了 那依赖于中国的新能源的供应链 和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培育的这些研发的人才 中国人也很勤奋 我觉得加上我们的努力 应该在未来的十年 在电动航空领域 中国还是会走在前面 最新的电动航空领域会 最新的电动航空领域 机会订阅 为什么领域会订阅 igual所以我们这边的电动航空领域 是最新到达农尽的 最新的电动航空领域 最新的电动航空领域